整個西太平洋 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到南太平洋 美中之間現在壁壘分明 針鋒相對 不過東北亞跨變成超級火藥庫 這兩天 北韓先射了8枚的這個飛彈之後 今天一早 美韓直接試射8枚地對地的導彈 是的 其實現在的東北亞 尤其朝鮮半島那邊 叫做飛彈的一個競技場 在美韓在整個三天的 美韓的海上操演結束之後 5號的清晨早上9點08分 開始金正恩就從整個北韓 四個地點打了8枚的飛彈 裡面可能有叫做 北韓版的伊斯坎德爾KN23 等8枚打向了日本海 向美國和南韓給示威 但是這樣的一個通常打完之後 美國和南韓還說 它發射這短程的飛彈 彈道 彈體還不明之下 美國和南韓第二天早上 立刻就回擊了 而且它選的時間完全不一樣 它打的是8枚的地對地的短程飛彈 而這地對地裡面 它們是打在整個境內裡面 是打一個精準的急咒 最重要的是什麼 8個地對地的 而且它是在夜間凌晨4點35分 夜射是非常困難的動作 不是你在大白天 然後南韓就說 我們可以證明給你看 我可以精準快速地回應 也就是說你只要打飛彈的話 其實南韓和美軍 這個南韓打了7枚 美軍的1枚可以非常精準地 把你的發射地給擠掉 就直接跟它嗆一下回去了 而這個南北韓這個嗆一下拉高之後 當然隱習越當非常不高興 它就能到現在為止 金小胖已經發了3次的飛彈 所以他說認為現在金小胖發了8枚 可能是有機會 因為像是北韓版的伊斯坎德 是可以帶核彈頭的 所以他也認為應該要提升 南韓的軍武能力 遏制金小胖的核威蛇 可是在這核威蛇裡面 美國的動作在這個軍演裡面 又有一個更特殊的動作 那可能是針對中國的威蛇了 是什麼呢 就是在美韓在海上聯合操演的時候 6月4號的時候 突然之間 美國的4架B1B 這個立宗的長城遠程轟轟炸機 直接降落到了安德森空軍基地 而這個東西呢 怎麼過來有人說 這個是要去威懾北韓 但是更有可能是 美國現在從前兩年開始 做一個動作 叫做不可預測的 戰略轟轟炸機的一個部署 因為過去的時候 都放在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 然後中國的東風也把它對準了 那美國是說 他們的戰略轟炸機會被一鍋端 所以它現在開始 直接就本土那邊 直接B1B或B2 一飛出來之後 你完全是抓不到它的行踪 可以直飛萬里奔行 到俄羅斯東部砍塔再絆腳 或者是直接到了南海 然後接下來呢 它不一定去安德森空軍基地 也可能會去其他地方 迪克加西亞或怎麼樣 美軍就是開始它的戰略轟炸機 它的行蹤不明 而且為了要對付整個中國 對他們的飛彈還有戰略轟炸機的威脅 還要把關島附近的薩德系統 以及從夏威夷珍珠港 拉一些成盾艦 部署在整個關島 防止中共用飛彈 去轟擊他們的安德森空軍基地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日本的這個海軍重要的指標 出運號可能到南太平洋巡航 是 現在拜登是來到亞洲之後 要強烈的告訴在印太地區 美國的存在感 而同時當時有岸田文雄 跟拜登站在一起 所以日本也要強烈的 向印太國家證明它的一個存在感 所以日本自衛隊 他們雖然兩年有一度 就是印太的一個軍艦的 一個巡迴的巡演 但是這一次是首次最大規模 而且它是由改裝後的出運號 改裝後可以上面體降F-35B的出運號 帶隊 帶著一個春雨期的驅逐艦 三艦 一潛 這個潛水艇是什麼等級 是昌隆還是什麼 沒有公布一個潛水艇 然後還有三架的P-1的反潛機 然後電子作戰機 三架飛機開始在整個印太地區 從6月13號到10月28號 四個月在印太地區 展現日本自衛隊海軍 它的實力和它的影響力 這個時候它要去出訪12個國家 這12個國家第一站就會到索羅門 為什麼去索羅門呢 因為中國不是到索羅門那邊 去簽了安全協議嗎 威脅到印太地區的一個整個的安全 所以它也要去索羅門那邊訪問 然後另外它還有去一站 就是萬納渡 萬納渡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第一個點 然後萬納渡呢 中國投了很多錢 曾經傳說中國想要在那邊蓋軍港 作為中國潛水艇 潛入到了太平洋之後 可以在那邊當補給戰 所以它要去那邊展現它的威力 然後當然還有澳洲啊什麼非洲 菲律賓這些國家總共12國 而在6月的時候 它也會去參加環太平洋軍演2022 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從6月24號到8月4號 總共有26個國家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再搭進去 這個出雲號加上美國的這些航空母艦 你會看到到時候印太地區 總共會有26個國家數百艘的軍艦 在這邊告訴中國說 你不要輕舉妄動